那另外一个今天新闻也很大 就是美国超卫8月27号 被美国一位知名的这个做空机构 这个揭露说他做假账 不得了做假账 然后8月28号又宣布延后公布 结果呢这个不得了 市场这个最后呢股价暴跌 那做假账之后又连带影响到 跟他关系密切的NVIDIA 是不是也有不知道 那如果的话不得了 就是AI的泡沫化吗 AI的大风暴来袭吗 这个塔塔他现在转向决定跟 中国大陆买电池 他以前是依赖他自己的子公司 设计的电池 但是呢陆续出现就是效能不佳 然后只要时间稍微一长 就是有充电再重新充电 就充不太上去的问题 所以长期以来效能就是不达标 不达标塔塔又竞争 因为他在市场上竞争越来越激烈 所以他要提升自己的车子的性价比 没有办法就只好去跟中国大陆买电池 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这个领域 中国大陆是目前世界第一的 所以这个人在屋檐下 你想要保有竞争力 你就必须要承认这个现实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不要太用意识形态去看生意 那你的生意一定做不起来 那塔塔的经营者也是很有市场谋略 但是现在电动汽车的发展 在印度遇到很多问题 因为第一个他们原来的汽车 塔塔是专门生 就是他专门生产一些很便宜的车种 所以受到欢迎 那个价钱便宜到很离谱 比台湾摩托车都还便宜 真的非常便宜的车子 那问题是他们已经把油车的价钱压这么低之后 他现在想要把电动汽车压这么低就不容易 所以他现在也在不断的尝试 所以他跟中国大陆去买这个电池 也是一个降低成本的一个考量 那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 因为印度的基建烂 所以他没有充电站 你没有充电站 你怎么去搞电动汽车 所以他现在跟谁合作 他跟我们台湾的台达电合作 是啊 我们台达电很有名的做那些UPS 这些不断电系统 其实那也是电池 那也是一些充电设备 所以他跟我们台湾台达电合作 可是首批呢 准备被建250个充电 250个而已 整个印度250个 印度这么大才250个 所以这就初步了 你说是梦买吗 光梦买吗 我觉得光梦买都不够吧 所以这个就是刚开始起步 就要慢慢来 你没有充电桩 没有充电站 这个电动汽车怎么买 买了没有地方充电 那有什么用 那超维这个问题当然很大 因为所谓的会计操纵 其实就是敦木正所说的调整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他也就是在调整 那假设这个事情是真的 那就不得了 对不得了 是很多人要去坐牢的 这不是开玩笑的 因为这严重影响市场的问题啊 那这表示他过去很多 财报都是虚假的 都是故意骗人的 那如果他过去是虚假 那他一旦去被计算出来 他真的实际营运状况的时候 那所有跟他合作的厂商 可能都会遭受牵连 这非常危险 所以灰达也被怀疑 是不是有危险 那灰达其实大家今天看到灰达也跌 但灰达跌不是因为他 因为灰达跌主要是第一个就是 未来的前景 现在大家认为他出现有点疑虑 第一个AI的发展 好像没有大家想那么迅猛 这是一个问题 你是AI会泡沫化吗 这个目前还没有办法这样说 我觉得AI未来一定会持续发展 但是他是不是能够 像人类所想象到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马上就发展到这么蓬勃 这恐怕是有技术上一定的瓶颈存在 然后最主要就是挥达 在开发他新的晶片的时候 遭遇一些困难 所以呢这影响到他一些股价 所以昨天 因为昨天刚好他法说会嘛 然后结果很多人 我记得那时候 昨天晚上吧 很多人说 挥达法说会开完变法会 所以就导致 不过跌8%来说 其实没有大家想的这么严重 我觉得还好 你看这个 我朝尾一下跌了快20% 所以我觉得挥达 毕竟他本质还是很优秀 因为他的 他的获利还是不错的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觉得就大家就持续观察 也不用过度恐慌 好最后一提 张将军讲一下这个缅甸好了 事实上8月27号开始 这个解放军就重兵警戒 进行了实弹演习 实兵实战 当然是在中缅边境中方的一侧 事实上在这个解放军 所公布的讯息 当天是用快讯模式跳出来 字很少 大陆网友都是说字少是大 字越少是越大 主要的区域在这个瑞丽市 在云南瑞丽市 那这个瑞丽市是三面都跟这个缅甸接壤 然后跟这个木姐 只有一合之隔 一个月前主要是国杆同盟军 宣布拿下了北部这个弹邦的首府 拉虚就意味着缅甸军政府 失去了缅北的重要战略支点 整个你看到态势 这还是有个大幅度的一个翻转 那缅甸军政府也说 正在策划大规模的行动 要把它夺回来 而大陆媒体认为缅甸作为中国的邻邦 又是一带一路向南的重要枢纽 所以维稳很重要 事实上这个地方 这个不稳定已经很久了 在解放军常在这附近 进行一些各种不同的演练 但这次好像这个动作特别大 为什么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缅甸内战已经76年了 他从1948年开始到现在 没有办法统一 他现在总共缅甸国内的话 总共16股势力 他怎么样去解决 然后从2020年政变 他又是内战又是政变 所以缅甸这个社会是极度不稳定 没有办法 然后我们可以看出来 他有三大因素是没办法解决 第一个他的政府军一想统一 没有办法逃兵太多 他每次逃兵 你好不容易到战场跑掉了 那怎么打 所以他这个各股的势力 他想要去解决 逃兵跑掉 你占领没办法集中 第二个 缅甸他的地形是横更山脉 那横更山脉都是这些军阀或地方势力 国管三兄弟还有这些丹邦 他有据显而守 政府军对地形还不熟 但是问题这些 割据的这些地方势力 那很熟 熟门熟路 你怎么样去 你要发挥空优 政府军有空军 但这问题 那都是丛林热带雨林区 你怎么去发挥 我们可以看到都是那个 都是丛林密布 你怎么样去打 政府军赶快进去 不敢进去 你继续重浮 各个据点 会被那个 这个地方势力把它摸掉 地方势力少的 最少300 多的话3万4万人 怎么样去 你怎么样去打他们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 这个是太复杂 第三个 缅甸本来就是 民族非常复杂 太多了 不是他这个 这个民族各个复杂 各个都是三头势力 那怎么样去 你这个民族那么复杂 怎么样去统一 怎么样有共识 怎么样达成共识的协商 政治的协商 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这个 不是官 只是这个政变 只是这个军队没有办法 没有战力 地形太复杂 也包括民族太复杂 没有办法 发挥统和的力道 我们还有第四个 这是最重要 是没办法 国际势力介入 对对对 不是光只是 民族他自己的问题 英国也介入 因为缅甸以前 是英国的殖民地 美国也介入 美国希望 能够控制缅甸政府 以前翁山苏姬不是吗 翁山苏姬 然后那么多 那么多状况之下的时候 不要忘了 中国大陆在北边 中国大陆在北边 中国大陆在那个地方 有时候没事 危机感最强的 对打在那边 那有时候演习 为什么有时候炮弹 还有飞机轰炸 有时候炸到那个 但这次好像这个 好像这个演习的规模 特别大 对 是对应什么 对应这个危机 特别敏感 因为这样子的话 有时候缅甸在从事这一方面 那个动作的时候 那就要想到 中国大陆的立场是什么 中国大陆因为一带一路的关系 有时候对缅甸 因为缴漂港在那边 对 他是这样 他有对缅甸的军政府有所支持 他的尤其是远航的 这个到雅丁湾的护航船 都有时候到缴漂港去做 做加油加水的这个动作 所以他跟缅甸的这些军政府 是有一些合作 但是问题是 其他的地方的势力 还有缅甸的军政府 也是有英国还有美国的控制 你这个 缅甸是太复杂了 那太复杂的状况之下 缅甸的军政府又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知道 还有一个很大的势力 就是翁山时机的反政府势力 他是后面 美国在后面撑腰 对 那这样的话你看 他怎么样去统和 所以这个军事演习 当然这个军事行业很大 但我同步再问张将军 那他的政治含义是什么 这场演习主要是演给谁看呢 我认为这样 就是说缅甸的这些地方势力 因为中国大陆在边境演习之后 我有小康山 你国管三兄弟以前是华人 我们讲的是华人 还有其他的那些丹邦 那也是华人 在华面的势力在里面 那今天中国大陆也希望保护 这些华人在方面的势力 因为他们有的时候 不要忘了这一部分的时候 当初的时候是反共的 但是他已经经过80年了 其实都80年了 所以他在这一方面 他也慢慢有点同种族 确实 也变成这样的很复杂 缅甸的地理战略非常重要 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人 叫孙立仁将军 他最有名的一场战役 叫仁安枪战役 仁安枪战役 仁安枪战役痛击日本 那中国的军队到缅甸去打日军 然后解救英军 你就知道缅甸这个地方 地理战略有多重要 为什么他重要 你知道 因为他可以不经过 不经过马六甲海峡 所以他从那边就直接可以进入 所以我觉得中国绝对不允许 那缅甸来讲你看 刚刚张彪君所讲的 在日军也占领过那个地方 英军也在那边被日军围了 中国去救那边 所以说你就知道那个地方 战略地理多重要 可是他又很乱 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那中国为了维护他这个中缅地区的 所谓地缘战略的重要性来讲的话 他势必在这边要演习 那中国来讲保持一个原则 就是说你不要动我的利益 你只要动到我的利益 我一定动武打你 不干涉别国内政 但是要维护自身利益 那缅甸会不会动到中国利益 会 我们上次看到缅甸战略是什么 就是他们在那边走私赌博 搞这些东西 然后影响到中国人民的权益 那中国就下去 就面诈 对 那你现在来讲 这些人会不会去打中国 有可能 他会不会去侵犯中国的理由 因为战略来讲的话 有可能外裔嘛 这战略效果 如果这些国家打一打去 就像里面的克金邦 根本就是美军人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 KS皇家呵护 蘆薈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蘆薈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蘆薈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增强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蘆薈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都在新疆地方 新疆地方 有水涵 然后再次进行 收缓凝胶 凝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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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凝胶